现在咱们是在 这是以水的 七四二固当中的几个固 现在山顶上的这个叫锥子固 因为它这个形状有一个尖像个锥子 然后这几个也都是固 还有那边 那个扁扁的叫枕头固 是根据形状来命的名 然后下面还有村子 你们觉得这个地方 如果说开发个旅游的话行不行 如果行的话我就在这里投资 建个旅游区 这是山顶上一个很平的地方 然后这个顶上还有一个房子 一蒙山区这边呢 一共有七十二个固 也是因为这七十二个固而得的名 现在咱们看了这才是其中的一丢丢 其实还有很多个固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孟良固 咱现在占的这一片 就是属于孟良固的这个范围内的 然后就是孟良固占役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然后它那个最高指挥官 当时就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指挥的 然后在不远的地方 那个孟良固发生的占役 你们有机会可以来这里看看 真的是不错的 纯天然的风景 唯一遗憾的就是人少了点 如果胆小的话不要一个人上来 从山上下来以后呢 我发现这边有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呢也都很特殊 石头的房子 茅草的屋顶 然后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 特别特别古老的这个房子 应该有个几百年的历史了 奶奶 咱还这个屋 这个屋还有人住吗 啊 这个屋还有人住吗 哪有吗 哦 我说这个屋 这个屋里还有人在这住着吗 我没见 还有字的吧 挺不懂 我这里是字 你字的呢 哦 哦 赶紧看看行吧 看什么就是一家嘛 没有 看看 看看老五啊 啊 看看这老五什么人啊 啊 不听人啊 看看行吧 行吧 你看行 啊啊啊 看看 你看看 为什么我说话都听不懂 你说你说不行呢 他不说一句话你说你听懂啊 尴尬了 我说话都听不懂 我哥说话他能听懂 这个房子 然后是这个奶奶 然后他在这个里住 哦 感觉这个房子 看看这老五啊 这个不踏了 还有个堂屋 哦 还有个堂屋 进门口 这是竹子 哦 这里面还不太厚的 这个屋应该有 嗯 嗯 嗯 这个院子不小啊 嗯 院挺大的啊 嗯 那你种一菜吗奶奶 嗯 这个已经住不了了 这个破费 爆肺了 看看屋里 真正的农村 看这个 看这个 那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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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是 那个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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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算很厚了 92岁了 哦 然后 一个人还能生活自己 好